主播观众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郭台铭位于信义区的住家 那么其实呢他从今天的上午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公开现身露面 没有任何的动静 不过呢其实郭董刚刚稍早呢就已经透过他的幕僚派人送来给媒体这一杯咖啡 并且呢明确的告知说大家说他今天一整天都会待在家里 并不会出面来接受任何的访问 不过呢这当然其中的另外一个原因 也就是说今天下午的国民党中常会并没有邀请郭董来出席 那么对此呢虽然说党部解释 因为今天下午的中常会是由常委之间的会议 所以呢才没有邀请郭董出席 据后续会是其他更适当的场合来邀请郭董来展现更大的整个大团结的气势 不过呢其实这样的说法当然还是会让外界认为说 国民党现阶段的整合之路会不会越走越崎岖 但是呢其实郭董稍早在下午一点钟左右的时候 就已经率先透过脸书来发声 展现他的风度恭喜侯友宜获得征招提名 更强调自己会信守承诺 尽最大的努力来支持侯友宜获得胜选 也就是说会选择继续跟国民党站在同一阵线 那么至于后续呢 郭董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展现团结协助侯友宜 都在在考验国民党中央的协调能力 以上现场最近消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